Leo聊世紀,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 馬扎爾人對上賽特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最近呢,四季帝國又要改版了 10月16號,四季帝國迎接今年的 稀有的改版 沒想到在年尾的時候又來改版了 如果想要看改版資訊的話 可以到我的YT貼文裡面 看一下這個改版資訊 那我只有貼文明的改動 還有一些比較重要的資訊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這場比賽是馬扎爾人 是天才少年 天才少年選擇了馬扎爾人 馬扎爾人特色呢 是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但是他有這個古風爐 免費的升級 所以千奇很適合打棒棒開局 或是打這個弱馬開局 都是可以的 後期有反驅攻 可以讓他的馬攻 射程跟傷害變成最多的馬攻文明 那馬扎爾人呢 在前期的部分 需要靠洛馬去做出 還有這個騎士 做出這個主要的傷害手段 那馬扎爾人呢 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強攻路線 不太適合開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MBL MBL這邊是選擇了賽爾特人 那賽爾特人特色呢 是他的伐木速度是有細片最快的 而且步兵速度 移動速度也是最快的 工程器攻擊速度也是最快的 只要點下金罐之後呢 工程器的血量也是最多的 那他銀罐點下之後呢 也是城堡跟劍塔的射程速度最快的文明 那所以呢賽爾特人他有很多最快支撐啊 那賽爾特人呢 在下一次的改版來說 他的最大優勢就是他的奴炮呢 會擁有彈道血的效果 所以讓賽爾特人呢 在有些情況的時候會出奴炮 會優勢更大一點 但是這個情況是比較少的啊 最近帝王時代會出奴炮的情況 真的是少之又少啊 除非對方沒有火炮啊 或是遇到一些極亂特殊狀況 才會出到奴炮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喔 好地圖方面目前 看起來MBL地圖不太好 因為兩塊黃金都在偏前方的位置 這一塊也是啊 那右邊塊石頭 而且木頭呢 最炸裂是只有這個木頭能安全挖 前面這個木頭不能挖喔 這個也是啊 都是要到城堡時代 或是要圍大 才有可能挖得起來 所以MBL這邊一定要把這裡給圍死啊 家裡不能給他有洞給他進來啊 那不管怎麼說 對於MBL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這個經濟會很炸裂 看要不要直接這裡圍到底圍到底 直接圍個超大的 然後木區才有可能穩定下來啊 那看一下少年這裡 少年這邊 喔黃金在後面 這就很舒服了 但是果子在前面 好等價交換 一前一後 好左右兩邊都有一塊黃金 看起來黃金位置還行 不像MBL這麼差 全部都偏正面喔 他至少是偏左右兩邊的啊 那這場對局對於MBL來說 是非常非常劣勢的開局了 但是還好他果子在後面喔 前期來說會相當舒服啊 好兩邊準備撐到封建時代 那MBL打了18P 18P 18P 要轉 棒棒嗎 還是要轉肉馬呢 那看起來是要走肉馬了 這裡棒棒沒有開始按 好 補一個肉馬開局 等下了硬龍一幕 啊 少年這邊 是補了一個馬就 正常走了一個硬龍一幕 肉馬開局 瑪扎爾人 肉馬開局 相當適合 而且槍兵在這個時間點就有優勢了 可以看到3加1 所以就算MBL 這邊出槍兵對戳 他也戳不贏對手 所以現在MBL出肉馬 頂多是拿來防守對方的肉馬 不太會可能主動進攻喔 遠通上主動進攻優勢很小 但是如果戳到一槍的話 那就不一樣了 哇戳到兩槍是不是 兩隻肉馬都殘血了 好MBL這邊 上面高打低 雖然一開始是劣勢的 但是可以透過操作去換取優勢 哇MBL這邊戳到了3槍4槍 肉馬的血量只剩64滴血 這個肉馬應該沒有辦法做到太多的效果 好看一下MBL這邊過來 偵查一下 欸你的家裡看起來差不多 好槍兵直接被馬扎的槍兵戳成白癡 直接撤退 受不了受不了 那目前看起來MBL這邊槍兵戳到了5隻 有做到蠻多的效果 這裡又戳到一槍漂亮 直接燃掉一隻 好這一隻三隻肉馬 傷害有異攻的關係 所以就算殘血了 好傷害還是夠高啊 還是有機率抓掉村民 所以盡可能不要讓自己的村民落單喔 好這邊有圍死了 但左邊沒有打算要圍到底 而是要往下開始圍了嗎 好這裡再圍一下 肉馬繼續追 後面MBL的肉馬也被打到了一下 結果 HART的村民被抓掉了一村啊 就是MBL賺了一村 現在是31打32 變33了 那現在HART準備要來升城堡3 沒有繼續出兵 這裡就只是繞啊繞 看能不能抓到而已 好這邊繼續繞 沒有抓到任何東西 MBL這邊是抓一村 好城堡是在身上去 那就要來看MBL 這邊是要轉弓兵嗎 欸!轉弓兵囉 轉弓兵的話優勢也很大 是因為他的伐木速度很快啊 所以很適合打弓兵 彈道學點的壓力更小 所以MBL這邊採取了弓兵開局 肉馬轉弓兵 是非常好的賽爾特的打法 好那現在三隻弓兵 再慢慢按 先點城堡再繼續補弓兵 OK但是 少年早就已經升到城堡時代了 也點下瓶走了 待會這邊肉馬要繼續按的話 待會會轉清洗兵 但是沒有應該是直上騎士 直上馬功 沒想到他這裡有雙射箭場 哎呀沒有看到這雙射箭場 OK我以為是要上騎士 結果是上這個 馬功 那現在馬扎人的馬功呢 城堡時代啊 就有這個 馬功的製造速度的加成 所以雙射箭場其實 已經能足夠應付這個產能的問題了 好來看一下這一波 攻併地時間收掉 這隻肉馬想要溜進去 但是已經圍好了 好馬功數量現在來到6隻 MBL現在升到城堡時代 馬功數量已經來到快要10隻了 好二級色戰毛兵先升級 MBL怕這邊工兵會射輸 所以先點了一個 戰毛兵升級 二級色也點了 好這裡可以馬上補大水喔 這就是賽特人經濟最誇張的地方 哇加利直接圍好了 圍超大 好這裡再抓掉幾村 一級的工兵鎧甲也點了 哈特遇到戰毛配工兵的打法 這裡壓力會很大 可能轉工程器製造所 OK就沒問題了 好這裡工兵稍微小打小鬧一下 MBL出發了 現在木頭有點缺 左邊補了一個TC 現在木頭有點斷喔 好這裡按的是同時車 MBL 這邊直接長驅直路 馬扎爾人 點下去騎兵馬凱 發現這個情況一定不太妙 直接被溜進來 需要點幾隻肉碼 出來彈一下 好躲掉 再躲掉 這個躲 躲得很好 再拉扯 逼陣 再逼一下 閃掉 再躲 再點 再躲 再點 再躲 再躲 再點 馬攻的優勢就是移動速度快 用這個絕佳的主動拳 好 那現在這一些 弓兵應該要被馬攻給點光了 馬攻血量優勢真的是很巨大 好 點掉殘血的 但是要點掉一匹馬 好 直接上高地 好 射光 好 頭子車出來 MBL轉出了三射箭場 哇 這個弓兵慘能很快 好 來看一下這一坨弓兵 能不能再做到第二波的事情 那馬渣爾人這邊看到 MBL轉弓兵之後 馬上轉了騎兵 因為正常來說 MBL轉弓兵的話 哈爾特這邊轉馬攻的優勢 本來就不會太大 因為有這個戰毛兵啊 或是強武 這個數量成型的價格優勢 所以這一開始 我以為他上城堡時代是要轉騎士 這是這個原因的 果不其然 少年還是轉了騎士出來 但是他轉的是肉馬 肉馬配馬攻 結果這一坨 哇 強奴跟戰毛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MBL這裡算爛了 而且村民術已經領先非常多了 好現在40村打60村 現在村民術MBL領先20村 哈爾特這一波投石車 一定要全部前壓了 弓箭手也是 好但第一前壓馬上就被 弓兵射到頭破血流 但是馬攻移動速度太快 有點射不太到 一直射了個寂寞 有點尷尬 反正是後面的肉馬 造成了沉盾的失出 好MBL 家裡要補工程器製造所了 趕快補趕快補 欸不補 反正是補大學跟 蛋 3TC 這個我不確定能不能守住 這看起來MBL 會有點小小的爆炸 我覺得有點偷過頭了 村民已經這麼領先的情況下 又補了一個TC 但是能理解喔 這裡不補TC的話 這個金是絕對守不住的 但是投石車來的話 肯定也是要修到頭破血流 完蛋 家裡馬攻直接衝進來 攻幣沒有回家 要開始砸村民了 這個TC蓋到頭破血流 蓋不起來 尷尬了 MBL 你真的是太偷了 欸對我家裡正是有投石車是不是 欸兩台投石車在外面 那就沒事了 哇 這個就是賽特人 木頭是真的多啊 可以蓋BK 又可以蓋投石車 想蓋什麼就蓋什麼 果不其然 這個城鎮中心 蓋不太起來啊 攻兵這裡要不要找個洞 溜回去呢 其實可以溜回去的 MBL現在沒有大動作 喔投石車砸到了一發 好投石車這邊高打低要小心 好結果投車被換掉 再換一台投車 漂亮 投車已經拿下 剩下一台投石車 要投石車的問題能解決 問題就不大 問題是 太到了一下 殘血收掉投石車 OK現在 弓兵 有彈道學 射馬功很快速 血量掉的有點快 直接拉村民過來扁 但是有點難打 人家是二房的馬 別理他吧 直接敲了 對直接敲 怎麼會去打馬呢 哎呀 MBL這邊有點小小失誤 沒關係 敲好之後 被抓掉的一村有點小虧 現在是46村對72 MBL的村民處 還是相當領先喔 好那這一波打完之後 HOT 不是HOT 少年其實沒有抓到更多的村民 經濟並沒有拉近 反而是越來越落後了 落後了30村 但經過這波強攻之後 自己也開下了3TC喔 所以臭民處應該是會 進行持平的狀態 那MBL臭民處領先的情況下呢 經濟應該會很好很好 好這邊第一打勾 直接補傷害 投車這邊互壞 哇一換二 這一波賺了 MBL 不虧 少年這一波有點慘烈 投車拍到了一下 後面的馬攻數量來到了8隻 慢慢補肉馬配馬攻 這個是馬扎爾人很適合的打法 因為他的肉馬有折扣 而且免費的二攻 二防點完 基本上就可以用了 因為你馬攻一定會點品種跟跟蹤技術 我覺得這個打法 對於喜歡玩馬扎爾人的玩家 是一個很好的參考 這個打法比較不吃黃金 這樣你的馬攻也可以穩定生產 但是馬扎爾人最大的問題 還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在這邊支援的時候 可以看到你輸了快要4000支援 不管是村民處落後的情況下 或是領先 這個馬扎爾人都很難去超越對手的經濟資源 這就是他的文明的最大問題 好 他只要對方防守做得好 基本上馬扎爾人能做到前頭就很少 好 MBL這邊直接補下了4TC 開農 MBL 二級伐木二級農田也點下了 輪走技術也補了 現在投資車要小心了嗎 好拍一下沒拍到 馬公上前直接硬點點掉投資車兩台 但是馬公被砸掉了一下 欸 好 最後只剩下了這一坨公兵 大家看一下這坨公兵能不能做好反制呢 但是看起來是有點困難喔 這裡4P騎士 進來直接上前一貼 傷害全部擋掉先點馬公 這裡不能點騎士 騎士太坦 但是後面的馬公也在抖動 好 這裡用馬公補了一些傷害 最後收掉了所有的公兵 MBL這一坨公兵再次送光 這裡少年是補下了彈道學之後 沒有繼續補騎士 MBL這根城堡 會被蓋到頭破血流嗎 三村被砸死 頭車來了 必打高 補掉換掉了一台 聰明要過來修嗎 可能有點難 預判沒有成功 修了一下 但是砸了村民又抓了兩村 所以再砸村民 繼續砸 漂亮 又砸了一村 頭車拍了一下又拍村民 但是低打高沒有死村 這一波再砸 終於換下頭車車 MBL這一波直接死了10村左右 哇 MBL 血虧 OK 少年這一波頭車打得很好 好 騎士溜了進來 MBL 暫時守不住 要不要按一些受難武士擋呢 好 現在騎士直衝抓掉了很多村民 好 哈特 不是哈特 怎麼一直講套騰呢今天 哈 這一把少年 已經抓了23村了 村民終於有點拉近了 但是還是差距20村左右 好 那現在MBL 現在要考慮轉型的問題了 雖然現在有工兵 但是4TC經濟很好 再繼續轉工兵的話 地龍時代會沒得打 因為地龍時代 賽爾特人沒有強弩 也沒有三級射 這裡轉型 勢必再行喔 沒有辦法繼續轉工兵了 那這邊是慢慢開始補下了步兵鎧甲 有打算要走松蘭武士 但是木頭現在不夠 南無田的產能 並不是很穩定 好 後面松蘭武士過來直接被攔截 哈特 是哈特 少年這邊直接打了馬功 配騎士 開始 全走黃金兵 也不走肉馬了 好 這波頭車 加上工兵 壓力給的很大 但是騎士直接上前 先收掉頭子車 應該問題就不大 看一下這一坨兵力 直接頭車拿掉 工兵的話就很輕鬆了 直接往前走 這裡想要抓村民嗎 好 工兵回頭 結果沒有射到幾匹馬 自己反正全被吃光了 哎呀 NBL送了好幾坨的工兵了 這裡 要打贏對手的話 黃金可能有點 要擔心了 因為前面送了太多的工兵了 好 NBL開始把城堡往前補 越補越多 家裡經濟稍微能顧到而已 欸這村民怎麼走出去了 這個集結點射錯了NBL 村民送起來 好 宋藍武士現在慢慢轉型成功 利用時代好一分鐘的時間 好 這裡踩石弓 被收到了 騷擾 宋藍武士上前阻止 但是有點難 好 這一波稍微驅趕掉 現在左邊 有一隻騎士 來 招想一下 這裡有收村 這個是一隻戰毛兵在裡面發呆 好 全部收進去 這個來不及了 好 再放出來招想 招想 招血多的 沒辦法 被拿走了 好 地用時代儀上 松藍武士 點下了金瑞升級 還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森旅並沒有斷招牆 回頭一招 拿下 好 松藍武士 現在三級 板甲快要好了 就不怕 馬扎人的馬功這麼痛了 那馬扎人這邊會面臨轉型問題 當然我覺得這邊馬扎人還是要先點反虛攻 這個馬功路線可能還是必須得走 然後再轉出大漏馬 去做這個馬功配漏馬的搭配會更好一些喔 因為松藍武士的移動速度太快了 他沒有機動性的遠程單位 應換松藍武士的話 會越壞越虧喔 所以馬功是勢必不能停止生產的 這裡不用想太多 肉馬配馬功是最好的轉型路線喔 那當然也可以搭配標騎兵 先點個銀罐 也是很好打賽克人的 OK 這一坨馬功奔上來了 松藍武士現在有點尷尬 好 這麼多馬功升級好 來到了7加4 現在只缺一個反虛攻了 但是這邊馬扎人是優先點下了 三級的騎兵鎧甲 好 這一坨松藍武士在這個角落直接被關扁獸 馬功射得很開心 受不了了回頭 一回頭之後就被拉打 OK 這一波拉打打得很好 再繼續拉 拉走 往後走 再射 再打 再打 再散開 全部射倒 搞定 OK 馬功全吃 松藍武士步兵的命運就是被馬功溜著打 好 但是越來越多松藍武士衝過來囉 現在MBL打出了控圖優勢 自己控下了非常多的礦點 連對方的野晶也控住了 那這樣MBL不用擔心黃金的問題了 直接爆出大量的松藍武士 A就完事了 很有可能可以這樣做得到 暫至不用出工程器 什麼奴炮啊 頭車都不用出 直接出松藍武士 好 那左邊這些礦區很重要 待會這裡可以考慮帶補一根城堡 直接控人架的附近也行 好 現在這一波松藍武士被肉馬攔截 損失了有點慘 大肉馬升級好 現在 少年家裡有點BBQ 馬功能夠擋不下來嗎 MBL利用了內圖松藍武士 爭取到了非常多的喘息空間 這一波衝進去 塗了非常多的村民 正面的松藍武士衝下來 好 最後抓掉了大量的肉馬 松藍武士 再繼續反擊 OK 吃掉所有的肉馬 好 這裡好一隻松藍武士在偷抓 現在松藍武士 只要一隻出應該就可以拿下了嗎 黃金再繼續控住 用城堡控 但這個城堡並沒有控在這個位置 剛剛衝進去應該要趕快補 剛剛應該是沒有石頭的關係 所以沒有補在更關鍵的位置 但如果補這個位置 又很容易被巨頭給反之 好 這一波 少年終點下了反驅弓 吃掉剩下的松藍武士 好 雙倒 現在已經 升好了 巨型頭C 現在要 產出了嗎 終於要產巨頭了 散藍武士 這裡有一大坨 現在 MBL完全不用考慮黃金的問題 可以看到這裡木材只剩下十個人伐木 經濟配置直接配到肉木 肉金 但是騷擾並不是這麼的能給力了 因為家裡到處都是城堡 這個騷擾的效果實在是有限 好 阿扎人點下了銀罐 讓標騎兵可以出場 這也是反制對方巨頭的一個好東西 打工程器傷害特別高 但是精銳可能有點難點喔 現在自己的野精被控住 只靠附近的話 可能馬弓也沒有辦法產太多 這邊再拉幾隻肉馬過來 防止蛙精 好 結果MBL也點下了堡壘科技 讓這個城堡的射擊速度 變得更快一點 而且還可以讓步兵範圍補血 結果這隻肉馬沒解決 他會一直再慢慢砍 三寶射程有點短 沒射到 好 馬弓來了 這一波交戰 MBL喔 兵力能夠扛得住嗎 正面的標騎兵坦充了前面 馬弓在後面輸出 這一波馬弓輸出打得非常好 雖然我是直接突破了肉馬的前線防線 後面的標騎兵想要衝過去打住面球實際 但是意志都沒有抓掉 這一波防線沒有被突破成功 但BL這一波打得非常好 後面城堡也被一手拿下 攻擊器攻擊速度實在是太快 松蘭姆斯直接突破了正面 馬弓現在瘋狂拉打當中 但是還是被抓掉了幾匹馬弓 少年這一波打完之後 經濟可能會來到了極限 因為黃金這一波只要被控下來 就要斷金了 好 馬上補了一個城堡 松蘭姆斯多線進攻 後面也是來了一波大丸的 這一波要一口氣拿下少年了 巨型偷死機不掉 後面城堡就會一個一個掉了 好 村民直接慘烈 左邊沒有辦法使用肉馬 或是標騎兵擋下松蘭武士 馬弓過來追趕這一坨松蘭武士 結果造成左邊的戰線完全崩壞 NBL這一波松蘭武士 打出了身價 All in 松蘭武士加巨頭就搞定了 不用轉型 好 NBL現在只要慢慢推進 哈特會自然打出GG 也是少年打出了GG 我們恭喜NBL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這場比賽 現在NBL真的是把松蘭武士打得很好 爆了大量的松蘭武士 然後全靠這個城堡去控圖跟防守 我覺得哈特 不是哈特 一直講哈特是怎樣 少年這邊 他應該問題是肉馬一直沒有往NBL家裡送 但為什麼他不往家裡送呢 還是歸咎於馬扎爾人的經濟太差 他的肉馬並不能爆這麼多 而且經濟上雖然有這個馬工上的控制權 主動權在 但是經濟上已經被控圖成功的情況 又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其實是很難把這個馬派到後面 而且這個城堡防線也確實讓NBL 可以對少年的這個進攻路線 一覽無遺 他只要衝過來 隨時都有松蘭武士可以回救 所以其實問題也是沒那麼大的哈 那我覺得關鍵點還是在城堡塞那幾波 工兵一直往前送之後 少年用了全部的兵力送完之後 應該要趕快繼續往前壓制 但是不管怎麼說 這個壓制的方法 可能不能用投石車 還是要靠城堡之類的 直接保壓壓在NBL的臉上 可能會更好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由NBL拿下資源上勝利 全贏 只能說伐木最快的文明 經濟就是真的好 而且NBLTC也是開的夠快 經濟拉開的幅度非常廣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小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